嗨!我是TiaS大別人 歡迎你又回到我的頻道囉 那我們今天呢就是電棒教學 那在教電棒 大家怎麼捲電棒之前呢 先跟大家講解 介紹一下電棒的構造 那電棒呢 你要先理解一下 它是有一個 我想應該電棒是長這個樣子的 然後呢 它有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就是這一個鐵片 首先你要先理解這個鐵片 除了固定頭髮以外 它還扮演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你的頭髮髮型是往內包的 或往外翻的 這個鐵片就會成為幫助你了解 到底要怎麼捲它才是內包還是外翻的狀況 譬如說 你現在呢 你的髮型是要往內包的 那你的這個鐵片 就是在後面 在這個後面 大家看 這個鐵片在後面 你捲出來的頭髮 它就會是往內包的 那如果這個鐵片呢 在你的前面 你捲出來的頭髮 就會是往外翻的 所以你要先搞清楚 這個鐵片會決定你髮型捲度的方向 先理解這個 你到時候去捲電棒 你就會事半功倍囉 就不會一邊是往內一邊 或是往外的這樣子 那同理 如果你是要外翻的 就是鐵片 這個鐵片是在下面的 那你要內包進去 鐵片就是在上面的 好了 那這個部分有聽清楚了嗎 如果有聽清楚 我們就進行真人的操作囉 那我們來歡迎我們的model江江 嗨 好啦 那江江今天是幫我們 就是示範捲電棒的 那 剛剛我們都已經解釋過電棒的構造囉 那所以呢 我們現在就開始來跟大家講解 怎麼用電棒捲出韓系的髮型 OK 然後呢 首先呢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他的頭髮呢 其實就是一個很長的 直髮 一個 我們剛剛有垂直的一個狀況 然後呢 這個髮捲呢 就建議大家可以在捲的時候呢 就先架好 架好的時候呢 就可以去捲電棒 那大概捲完應該是十幾了 可能幾分鐘後再拿下來看 就會剛剛好了 那如果呢 可以的話呢 你就是可以架著捲子 去睡覺也是沒有問題的 早上起來捲度更漂亮 那還有要跟大家講 就是說 首先你的頭髮一定要先分好區 其實呢 今年的髮型 其實就是很簡單 你就分個上下區就可以了 那 上下區呢 怎麼分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側面 就是這裡有個角角 從這個凹進去的地方 直接畫過去就可以了 畫一個 U型的分區 然後就捲起來 那如果你的頭比較大 這個分區就小一點 那如果你的頭比較小 上面這個分區就稍微大一點 就這麼簡單就可以了 然後呢 今年呢 完全所有的髮型都沒有在後面 都是在正面的捲度呈現 所以不要問說 怎麼捲後面那個 那不是重點 後面有捲到就好 一個微微的就可以了 那首先呢 我們這個內層呢 大家可以先設定一下 它的捲度的位置是在哪裡 首先呢 你可以先把它抓 如果你是像它這樣的比例 你就把 這個捲度呃 設定在 鎖骨以下 如果你是想要 寒寒的那種S型的弧度呢 你就要讓上面跟下面的 落差越大 那個輪廓就會越明顯 那或者是說 你也可以直接裡面 設定一個內彎就可以了 但因為它的內層呢 是髮量比較少的 所以我想要設定稍微 捲一點來支撐它的髮量變多 那如果你是急尖 在這個位置 請你務必裡面 200%是內彎 不可以是一個 S型的弧度 因為這樣子會把髮型用不一樣 好 那你這些觀念認知上呢 都沒有問題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來捲電棒了 首先呢 我的內層呢 我想要一個 往後翻這樣子的 樣子 所以大家看 我的 我剛剛下去的第一下 我的這個捲子 這個鐵片 是往後的 然後呢 一定要跟大家講的 就是說 你在捲的時候 你要記住 我們的頭髮不要一直重疊 我們可以稍微這樣 轉一半之後就拉出來 讓它冷卻 然後呢 再轉出來 然後再稍微 帶下去 然後呢 等一下重點就要來囉 當你放開它的時候 趕快捏住髮尾 哎唷好燙 呵呵呵 捏住髮尾 為什麼呢 這個動作是在把它拉 稍微沒有那麼捲一點點 讓它這樣子 直髮的狀況下去冷卻 會比較漂亮 好 讓它不會那麼捲 那後面呢 其實就大髮就可以了 所以後面我覺得就是 很隨性的 然後一樣照著這個動作 去捲 那為什麼我要這樣子捲出來之後 讓它冷卻 是因為我不要重疊的捲 才不會那麼過捲 因為我們要的髮型 就是一個形狀而已 並不是要過捲 那我們今天選二的電棒呢 是稍微比較中型的 就是大家都可以適合 使用的一個捲度的大小 大概是 25 32 這是32的尺寸 這樣子 好 那我們再換另外一邊給大家看 稍微 不好意思 轉錯邊了 好 這邊這邊 這邊這樣子 對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設定的位置呢 你一定要知道就是 你還要了解你設定的位置在哪裡 欸 像我這邊就捲錯了 我是要往後嘛 所以我的鐵片一定要 朝向外面的 這樣 然後呢 大家可以再看一下 這個旋轉的動作 其實我覺得很重要 因為它也不會讓你頭髮是過捲的 OK 然後後面真的 其實我這樣分四把而已 那最重要的是你要知道 你到底捲度的位置 開始在哪裡 那呢 用好之後就可以打開它 就把它撥開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可以開始捲上面 上面的時候其實很簡單 上面是最重要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記得上面的樣子 就分三個區域就好了 就是左右各兩把 後面各一把 借大家看一下 就是這樣 這裡一把 然後後面呢 這裡再一把 就這樣三個區域就可以了 OK 然後呢 一樣 上面這個地方請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是你到底要落在哪 因為我們是要一個S型的輪廓嘛 那建議大家呢 可以落在 顴骨跟下巴中間 這個凹進去的位置 這個位置我覺得是一個很剛好的位置 不會太危險的 所以我們這樣下去 一樣記得我是往後 所以我的捲棒呢 這個鐵片一定是在前面的 然後呢 等一下這裡會有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一個小技巧 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們是往後跑的 所以當你捲完之後趕快 去捏住髮尾 然後稍微往後拉一下 這樣往後拉一下 讓它稍微再直一點點 然後再拿去前面 因為其實拿這個尺碼捲 會很危險是 你很有可能會太捲 因為它是粗硬法 但是呢 因為我覺得這個尺碼是大家比較會有的 所以我拿這個尺碼 來跟大家示範這樣子 那後面一樣 後面的話呢 注意喔 你就不要再跟前面一樣是在這個高度了 後面你可以稍微下來一點 就是跟你剛剛在前面那個 鎖骨以下的捲度開始 一起捲這樣子 好 所以等一下另外一邊也是同樣的 那它是不是這樣子就稍微捲好了 那它是不是這樣子就稍微捲好了 看一下喔 對 OK OK 再緊緊一點 對 對 然後呢 這時候呢 大家可以上一點髮油 你捲完之後可以上一點髮油 如果它比較乾的話 那 這個時候就是 瀏海是最重要的 瀏海呢 你要放下來的時候喔 你就要想你今天是要有點可愛的 還是要有點純熟的 因為呢 這個瀏海往後跟往前放是不一樣的 那我今天想要它稍微可愛一點 所以呢 我就往下放 OK 那 瀏海就是這樣 OK 然後再撥開它 然後因為它也還正在流長 所以你看中間就有一個 過轉的地方 所以我們等一下呢 稍微要把它拉下來一下 來看一下 唉唷 其實我現在 忘記前面放鏡子了 所以我這樣子有點看不到 OK 應該這樣可以 好 然後呢 這個時候呢 我覺得髮根有點太膨 如果你 剛拿下來的時候 可能不小心跟我一樣 太捲了 就可以稍微這樣拉一下 拉一下把這個髮根再壓下一點點 因為我們要的並不是髮根很膨 那在這個同時呢 我們可以抹一點髮辣 建議大家是用軟大 然後我今天用的是 威娜的順量霜 我蠻喜歡它的是 因為我覺得它算是 不會很黏的造型品 因為我們要的並不是 真的黏住頭髮 然後呢 繼續去輕輕的剝 我們剛剛都塗開了嘛 然後盡量讓裡面都是抹到 那個 頭 那個 抹到那個 造型品的 好 這樣子一捏 你看 那個髮型就OK了 就會有一個S型的弧度 OK 你看 大家可以看 它這個S型的弧度就會出來了 就這樣整個結起來 然後呢 如果你希望它更漂亮一點呢 你可以試著再放一點定型衣 那定型衣有個重點 它不是真的定住你的頭髮 它是呢 在幫你把頭髮有點像是打底的感覺 把頭髮黏起來 這樣 那大家一定要記得 在噴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首先呢 你先抓住你想要拱起來的位置 就是這個位置 有沒有看到 就是我剛剛說的在這個 腮幫子的中間 這樣拿起來 然後像撒香水一樣 先撒上面 然後再噴一下這裡 然後呢 再放開 它就會增加它的那個 S型的弧度 大家有沒有看 這個弧度就會很漂亮 然後呢 你看我這樣撥 我還是撥得開的 一定要選擇這樣的商品 因為現在好看的頭髮 一定要隨時隨地都有靈動感 就撥一撥就會很漂亮 OK 那另外一邊一樣也是這樣子 撥一撥就好了 那因為我現在要對相機的關係 對鏡頭的關係 所以我要稍微 有點不符合人體工學 這樣 OK 是不是就很漂亮了呢 就有寒寒的感覺 就會很美 好 就大概是這個樣子 這樣子呢 你看啊 就是這樣很漂亮的一個寒寒氣氛湯 首先你就是還是要更 首先你一定要知道 你的捲棒的方向在哪裡 然後去搞清楚 你的方向是什麼 再去捲天棒 你就會捲得很漂亮 就不會亂七八糟的 好 那如果你有喜歡我今天的影片呢 就幫我訂閱按讚喔 那我在高雄 想找我用頭髮 就可以來高雄找我囉 那下次見啦 掰掰